哈嘍大家好,我是莉安 我是Mindy 然後今天很開心收到Medicube的邀約 那如果長期有在觀看我們頻道的朋友應該知道 我之前一直深受長痘痘的困擾 所以我今天就要來分享我如何脫離痘痘肌的經驗 然後其實我從非常小就開始長痘痘 大概是小學五六年級 那我長了將近十年 而且這十年之間都是蠻嚴重的 直到大學情況才變得比較好 所以我花了非常長的時間研究如何保養跟化妝 那我的皮膚呢其實真的是到近一兩年狀況才變得比較穩定 因為我是油肌 所以我還是會很容易長粉刺 可是長痘痘的情況就比較少發生 除非像是生理期來啊 或者是我生活作息比較不正常 壓力比較大的時候我才會暴鬥 所以我今天呢就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這幾年從保養跟化妝獲得的五個小心得 希望可以幫助大家呢脫離問題肌 然後讓皮膚越來越好 好那我們最近使用到Medicube你們兩個都很喜歡 所以想要來跟大家做分享 因為Medicube它是一個韓國的醫美保養品牌 這個品牌呢是以天然成分研發來作為他們的品牌發展核心 所以即使你天天使用也不會為肌膚帶來負擔 那這個牌子很開心的已經進到台灣來了 它現在獨家在屈城市販售中 所以大家可以去屈城市試用看看 那主要我們會想要分享這個品牌 是因為呢有很多品牌 它可能是說我是專門為敏感肌而生的 或是這些正常的牌子 它下面會有一條線是專門給痘痘肌 可是好像很少我們會看到有一個牌子 它是專門為問題肌膚而生 就不止局限在敏感肌 不管是痘痘啊粉飾肌或泛紅肌 都可以使用它們家所有的產品 那我現在呢就來分享五個脫離痘痘肌的小心得 那第一個心得呢就是你在選購保養品的時候 不一定要選購抗痘的產品 其實像我自己也是剛開始長痘痘 我也是一去外面買保養品 我就選擇一些抗痘的我才買 可是其實那些用起來不一定有用 然後其實我自己呢去看皮膚科的經驗 是通常你移到皮膚科診所 醫生會問你的第一個問題是 你最近的生活作息有沒有正常 或有沒有刺一些刺激性的食物 然後第二題就會問說 那你有沒有在使用一些抗痘的產品 那我想說當然有喔 我現在長那麼多痘痘 可是其實我碰過大概兩三位醫師 都不建議我使用抗痘的產品 那因為市面上有很多主打是抗痘的產品 它裡面都會添加水洋酸啊 或是果酸的成分 然後這些成分呢 都會對皮膚造成刺激 所以反而會讓你的痘痘更紅皺更發炎 然後又會讓皮膚變得非常非常的乾燥 所以我建議痘痘肌在保養的時候 重點是你的保養步驟應該越簡單越好 就給你皮膚需要的養分就好了 那因為我是乾肌 所以其實我不太能用一些酸類的產品 我每次用都會過敏或是長很多痘痘 可是有時候我生理期的時候 還是會長一些生理痘 所以我偶爾會想要說 欸我再試試看 再有局部上一下酸類 可是每次用就是效果都非常的可怕 會大暴動 所以其實我不太建議乾性肌膚的朋友 去隨意嘗試酸類的產品 那我第二個心得呢 就是痘痘肌的朋友一定要注重清潔 可是注重清潔呢 並不是叫你一天洗四次臉 因為其實過度清潔 也會讓你肌膚感到乾燥不適 所以我還是建議大家 一天就洗兩次就夠了 早晚各一次 然後在選擇洗臉產品的時候呢 不要選擇潔淨力太強的 這樣會讓肌膚有負擔 就選一些比較溫和的就可以了 分享一個小故事 就是以前Lian可能在讀書時期 還沒開始化妝的時候 她一天洗絕對不止四次 就是只要出門 或者只是看電視看一看 她就會去洗臉 而且因為我又是個大油肌 好因為那時候 畢竟我還年長她幾歲 所以是保養比她久的時間 就知道說太長洗 會把臉上的油脂全部不洗乾 然後你會反而出更多的油 那我就試圖跟她說 你要不要試試看 不要那麼常洗臉 可是她就很堅持說 她是油肌加痘痘肌 就要那麼常洗臉 所以現在就跟大家講 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絕對不要這樣做 那接下來要推薦大家 Medicube的產品呢 都是他們家Red系列的 那我們這次用到他們家的 淨透媒體皂 因為它裡面有添加茶樹 紅豆跟羅勒精華的成分 所以其實是專門設計 給痘痘肌使用的 然後其實這個肥皂呢 不僅可以用在臉上 像我自己夏天的時候 可能因為流汗的關係 所以我的背啊 或者是胸口 還有頸部 其實也都很容易長一些痘痘 所以其實這塊香皂呢 也可以使用在臉跟身體上面 然後幫助你改善多多個問題 好那這款肥皂 我們兩個用起來都非常喜歡 因為它不需要起泡網 你用手就可以戳出非常細緻的泡泡 那洗完臉的感覺 它就是一款結晶力非常優秀的肥皂 但是不會有緊繃感 因為它裡面有添加澳洲堅果油 所以可以保持你肌膚的滋潤跟舒適度 那第三個心得呢 就是痘痘肌到底要如何選擇保養品 那我就做出了三個結論 那第一個重點呢 就是不要選擇會製痘或製粉刺的成分 那其實會不會對於你的肌膚製痘或製粉刺 其實也是因人而異 就像過敏原一樣 今天我用會過敏 Mindy可能不會 其實當然有些成分是比較通俗的 就是比較容易製痘 那就先盡量避免那些 那還是建議大家 如果你在使用一個產品之前 你可以先試用在你耳朵前方這邊 這一小塊區域 你先試用一個禮拜 看會不會對於你的肌膚長粉刺 或是長痘痘 如果不會的話 你再用在整臉 那第二個重點呢 就是你在選擇保養品的質地上 你要選擇一些質地比較清爽不厚重的 因為其實你臉上 原本可能只是粉刺 可是你用了一些太厚重的保養品 你把粉刺悶在你的肌膚裡面 它可能就會發炎變成痘痘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質地的選擇 那第三個重點呢 就是保養品 你要注重兩個功能 第一是保濕 第二是修護 其實只需要這兩個功能就夠 其他什麼美白拉提 就先暫時不要管這些東西 先幫你的肌膚養回一個健康的妝 才是最重要的 那接下來要分享三個產品 也是他們家RED系列的 那第一個是他們家的修復化妝水 那這一款它的質地呢 一倒出來是接近凝膠質地 就是它完全是稠稠的不會動的 但是你一旦用手劃開 它就完全劃成水 它算是我使用過當中 就是倒出來跟你劃開來質地相差最遠的 因為我有種感覺就是它畫出來像水 是有點像入水的感覺 所以那時候LEAN她第一次用 她就說她覺得這一款一定會非常適合痘痘肌 因為痘痘肌如果你在使用滋潤度 較高的化妝水的時候 那你可能在臉上你要把它推開的時候 其實你是一直在過度去troll你的臉 會讓你很容易泛紅啊 或是過度造成它的負擔 好那這一款使用下來 就它補水的效果非常的好 然後吸收很快 所以真的完全不需要在那邊troll 輕輕地把它拍開就可以了 所以非常適合痘痘肌 或是任何問題機來使用 那因為它的補水效果很優秀嘛 所以我當然也會很推薦乾肌的朋友使用 我覺得它保濕效果非常的優秀 近期也是非常喜歡這一款 接下來要分享的是他們家的 積雪草去痕修護面膜 它這個面膜裡面呢 它是有十種植物的提取物 可以舒緩鎮定你的肌膚 那很特別的是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三步驟 除了一般的面膜之外 上面還有第一步的洗臉的 第二步的化妝水 所以我們覺得也非常適合出國的時候使用 因為你出國的時候呢 有時候因為外面的環境 可能跟你平常不一樣 你會水土不服啊 或是過敏 那這時候一款舒緩型的面膜 我覺得非常有用 而且你不需要額外再帶洗臉的化妝水 它都富含在裡面 而且我覺得它裡面給的量是足夠的 不會感覺說你還要再額外再多倒化妝水出來 那我們使用完這一款面膜的心得呢 我們覺得這一款面膜它非常的服貼 然後其實它裡面的精華液 很像我們剛剛介紹的化妝水 也是透明稠稠的 可是使用起來也是完全不會有負擔 非常的清爽 那其實像我自己是洗完臉 比較容易泛紅的人 然後我每次洗完臉 我就敷這個面膜 其實敷完之後 很明顯可以感受到我的泛紅有比較舒緩 那我覺得最有感的就是一敷完 會覺得臉上立即補充水分 然後感覺摸起來比較滑滑的 肌膚會變得比較透亮 好那其實我這一陣子算是我人生中就是 最冒最多大痘痘的時候 但我好幾天就是我敷完這一款之後 我用明顯感到那個大痘痘有稍微比較 沒有像敷之前那麼紅種 就是我覺得這個效果還蠻驚人 就是你敷完之後明顯就會感覺它比較舒緩 但是它不會到那個痘痘消失那麼神奇 可是我覺得就是的確會讓我感受到它的修護力 好那第三個要分享的是他們家的修護舒緩霜 是他們家的明星商品 那是專門為問題肌而生的一款修護型乳霜 因為它主打呢就是可以淡化黑斑、疤痕 比如像痘疤、細紋 以及加強肌膚的防護力 所以當問題肌肌膚產生問題 比如說敏感或乾燥的時候呢 就可以使用看看這一款 那我自己用起來 我是感覺就是當你是乾肌呢 肌膚真的很乾的時候 用這一款效果也會特別的好 好 那因為其實這一款它的質地還蠻特別的 它一擠出來就是白色 然後我第一次用我覺得超級像白皂 就是它是完全不會流動的質地 所以我自己的使用方式呢 我都會先取適量在我的手心上 然後我會先用手心的溫度呢 把這個乳霜化開 然後化開之後它的質地變得有點像是 油油水水的 就是一個蠻神奇的質地 然後會再上在臉上 所以我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質地真的適合油肌嘛 可是我近期長期使用下來 我覺得這款乳霜 完全沒有讓我的肌膚在製粉色 或者是長痘痘 所以其實這款乳霜 非常適合油肌跟混合肌 然後任何膚質都可以使用 因為立眼之前就是有使用過這類產品 然後我沒有 所以我第一次用的時候 我就直接塗在臉上 然後我就是非常的白 就好像敷了面膜一樣 然後但是呢 我就想說應該過一些下 它自己就會吸收進去的嘛 就是完全沒有 就是你一定要記得 你一定要在手上 就是均勻地把它塗開 之後再塗到臉上 它才會很好的發揮它的功能 因為那天它走出房間門的時候 我說小姐你是在敷面膜嗎 你現在是要去唱歌劇 是不是很非常的可怕很白 那第四個心得呢 就是講痘痘到底能不能化妝 因為我自己呢 是覺得是可以化妝的 因為其實畢竟還是有很多場合 你沒有辦法素顏出席 那只是如果你要化妝的話呢 你一定要注重清潔 那在選擇底妝的時候呢 絕對不要貪小便宜 一定要選擇有品牌的 因為畢竟這個底妝產品 還是直接接觸到你的肌膚上面 那還有另外一點很重要 就是你的上妝工具 你一定要注重清潔 就如果你是痘痘肌 我建議大家 最好三天就清潔一次 然後你刷具 或者是海綿粉撲 都可以至少有兩個 可以替換著使用 好三天就要洗一次工具 真的是非常的難 像李眼他也完全做不到這件事情 可是說實話 這件事就是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真的不做 真的會有影響 因為那些工具 就是每天在你臉上塗塗摸摸 而且台灣的若晨又很多 所以想想看 你就直接把若晨擦到肌膚上 那你的痘痘怎麼可能會好呢 那我們這次呢 想要特別推薦他們家的 修復遮瑕液 因為我們一用到 就覺得驚為天人 真的太好用了 因為它遮瑕力超級高 然後它也是主打 它裡面的成分呢 不治痘不治粉刺 不僅痘痘肌可以用 敏感肌也可以用 而且同時 它可以幫大家有效的阻隔紫外線 然後這次呢 其實他們家的遮瑕液 有兩個色號 21是比較淺的 23號比較深 那我們覺得23號 非常適合拿來遮眼下的黑眼圈 好 那這款遮瑕液呢 是他們家所有產品中 我私心最喜歡的 因為它的延展性非常的好 所以只要一點點的用量呢 就可以遮掉臉上 非常多的小瑕疵 而且即使它的遮瑕度非常的高 但它的質地卻是輕薄的質地 不會厚重 如果那種遮瑕度不夠高的遮瑕液 我拿來遮我黑眼圈 反而會讓眼睛開來灰灰的 然後感覺那個遮瑕液還有一種均裂感 可是這款用來遮黑眼圈完全不會 而且呢 我一般我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通常我的痘痘、痘疤 跟我眼下的遮瑕 我是用兩款不同的 因為質地上有不同的需求 但是這一款 是我現在手邊唯一一款 我會同時拿來遮黑眼圈跟痘痘的 因為它遮瑕度高 延展性高 可是呢 又沒有厚重感 所以即使是生長性那種凸痘喔 我剛剛有示範給大家看 它都可以很有效的把它遮住 不僅是遮住它的顏色 就是遠遠的看 真的會感覺不出來那邊有一塊凸凸的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然後即使我留下來 譬如說像我現在年紀大 那種色素巴都會很久 有一些我用一用 我化完妝那個色素巴已經出現了 可是這一款真的是持久度非常的優秀 而且我甚至會把這個 帶在我包包裡面 就是補妝的時候用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這個包裝非常像一個針頭 很特別的是你用多少擠多少 因為像一般的遮瑕它可能是那種海綿頭 就是你是每次用都是沾 然後弄自己臉上 其實是每次這樣來回 都是把細菌不停的在瓶子 跟你臉上做交換 可是這次是你只要用多少擠多少 所以每次出來都是最新鮮的 非常的衛生 就更適合問題肌膚的女生來使用 那第五個心得呢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化妝 你的妝一定要卸乾淨 那我還是建議 如果你還在講痘痘的朋友們 你選擇卸妝產品的時候 盡量避免一些油類的產品 因為通常這些產品都需要乳化 那如果你乳化不完全 就很容易再讓你的肌膚長粉刺長痘痘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這一點 因為李也在剛開始化妝的時候呢 有時候他已經卸完妝從浴室走出來 我都會說你都沒有卸乾淨 就是他會忽略掉一些 比如說髮際線這邊 耳朵這邊還有下巴這邊 所以他剛開始化妝說他這邊很長長痘痘 其實是因為他卸妝沒有卸乾淨 就是其實因為像是你們郵寄的朋友 我知道你們的底妝是比較厚重的 所以真的要花比較多的時間在卸妝上面 好那聽完李也分享的痘痘肌的五個小心得之後呢 我真的覺得不管你是痘痘肌問題 其實在保養上真的要花費更多的小心思 但是呢你只要好好的保養 我相信大家肌膚一定會越來越健康 好啦最後再提醒大家 Medicube的產品已經在全省的區城市獨家推出囉 好那如果大家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們按讚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把小鈴鐺打開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incoming 無碟 進去 墊前 進去 一些 現象 終